天街小雨润如酥 你若打我你是猪 小可爱们你们好 我是陈骁读完结 因为今天是我幸运鹅的生日 所以我今天是最幸运的人 开局翻箱子 许愿橄榄球 许愿不撞鬼 许愿女友是个貌美腹白大长腿 这不撞鬼看来是完不成了 但是貌美腹白大长腿 能不能给我来一个 显然现在说这个也不现实 因为毕竟相亲586回 被姑娘们嫌弃了791回 被对方父母嫌弃了354回 又被他们男朋友和老公 嫌弃了147回 最可气的是 还有85个女方孩子嫌弃我 嫌弃的理由 竟然是因为我不带大心脏 我腾磨一个牵指尾 带什么大心脏 给我个板子 哪里不是无敌点 后来气得我参加了个相亲栏目 刚一上台 还没能做完自我介绍呢 现场直接断电了 连观众席都没给我留灯啊 这给我气得 下了台我穿上裤子就走了 不过话说 这个约瑟夫怎么走得这么慢 是不是又去偷人家胡萝卜去了 我停顿了下脚步 看他是否追得上来 我最讨厌十轮中期的人了 毕竟你我遇到也是一场缘分 虽然我是直男 但是我没侄子啊 如果你能和我化干戈为玉帛 我还是可以饶你不死的 毕竟我号称最强屠夫 可不是朗德虚名 虽然你有刀在手 可是我手里的榴莲 可不是他闹着玩的 惹急了我 让你相飘失礼 听到我的威胁之语 约瑟夫竟然害怕了 远远的躲开了我 这个糟老头子竟然照相找到了我 本以为一切都结束了 结果却没想到他中英雄 实英雄啊 这还真是不打不相识啊 他竟然把我佛了呢 放下来的我 直接就地开门 看到没有 虽然被无数相亲对象嫌弃 但是总有伯乐 是金子总会被做成首饰的吧 哎 别说 生日的运气还真是不错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